吃包子看电影,先吃肉后吃皮,大家好,这里是小笼包电影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房价上涨 现代人跟加班这两个字好像就分不开了 今天包子给大家讲个过老死员工变成幽灵后还替公司卖命的故事 故事还得从宫藤说起 他是一名零存在感的游灵员工 倒也不是说他是幽灵 而是他在生活中都非常低调沉默 每天朝九晚五做完简单的工作后绝对不会加班 办公室在阴暗的地下室里也绝不会和同事聊天 什么集体活动都不参加 总被同事在背后嘲笑为幽灵员工 没有任何存在感 而回到家呢作为一家之主的他 也只是默默打开冰箱 自己热热饭菜 老婆女儿都不怎么搭理他 就是这样的他某天突然在厕所 见到了真正的幽灵员工 近日因为过老死而挂掉的同事阿强 工藤被吓得浑都差点飞了 可是阿强老缠着他 因为只有他能看得到阿强 而传着他的目的也很简单 他生前在负责的一个竞标项目还没完成 这是他生前拼了命工作的原因 因此他拜托工藤帮他跟上司上交一份文件 命都没了还在替公司着想真是太伟大了 可惜工藤并不稀罕 他想过的就是灵存在感的生活 耐不住阿强死缠烂打 工藤为了让他快点升天 只好勉强帮他抵交了文件 结果没想到上司看到后 以为他是阿强的合作人 对这个项目非常有把握 就强行拉他进了竞标团队 可怜的工藤就这么被套路了 他甚至想辞职来逃避这个项目 每天还想着跟往常一样 只要五点下班就可以了 阿强百思不得其解 升职的机会都摆你面前了 怎么这么不动珍惜 工藤这才说出了实话 原来他以前也是个很拼命的员工 可是工老总被上司抢走 还被降职 久而久之他学会了佛系工作 于是闲鱼的他虽然加入了竞标团队 却因为没有好好准备 在会上忘资出了大球 全公司上下都在嘲笑他 连回到家 老婆也对他准时回家感到失望 认为他没什么上进心 隔天上班 两个女同事还当面嘲笑他 他只能尴尬的一笑而过 然而一阵惊呼声 他回过头 发现是阿强在帮他报复那个女同事 便忍不住笑了 好吧 他终于决定要成为阿强的代言人 帮他完成这个竞标了 他一反常态 做了很详细的攻略 为此加班加点不肯休息 即使阿强劝他再拼命也要注意身体 担心他跟自己一样会过老死 他还是非常用心勤恳地做了准备 这个方案终于受到了上司的肯定 公司里的人也开始尊敬他了 他仿佛回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就连回到家 老婆孩子的态度也一概往常 直到今天是重要的竞标日 他们还替自己打好了衣服 他也在这种奋斗中 找到了激情和乐趣 真正和阿强成为了好朋友 可是这天走到会议室门口 阿强突然难受起来 原来是上司被报复的女同事 偷偷打小报告 让上司找人驱魔了 说完就升天了 然而他一直是依赖着阿强才能变得自信的呀 这下变得非常慌了 话说的轻松 公团的心理障碍却是难以克服的 他躲到了角落里缩成了一团 不想出去面对接下来的难题 这时团队的成员们都找到了他 费尽口舌 终于用一句这是阿强最后的心愿了 驱动了他 是的 阿强最后想完成的工作 过老子也要完成的这份工作 我一定要替他完成 于是他克服了心理恐惧 看着阿强的照片终于完成了竞标 当大家告诉他竞标成功的消息时 他内心无比的喜悦 这个故事听到这里非常励志对吗 可结局却是 因为公团完成了阿强的心愿 于是公司里所有心愿未了的游灵们 都跑来找他了 电影到这里终于结束 可以说非常讽刺了 准时下班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帮了别人 就会无止境的被别人求助 以及只有抱着过老死的决心 狂加班的人才会受到别人的敬爱 不看完最后还真不知道 这满满都是毒鸡汤 好了 今天就落到这 观众老爷们下期见